之前伊朗发了300架的无人机 巡异飞弹 弹道飞弹去攻击以色列 虽然大部分都被境外给打掉了 可是当时大家很怕以色列会反击 当时美国还说 告诉以色列你不要再反击 以色列说OK 就以色列今天要出手了 对 没错 以色列那么他的国防部长 跟美国国防部长通完电话了以后 那么一枚飞弹就飞到伊朗去了 还有包括好几个战机起飞 去攻击叙利亚 去攻击伊拉克等等 不过宝杰 你知道 今天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什么事 这个新闻传出来以后 美国有一个官员承认 一颗飞弹 以色列的飞弹已经发射到 等于说伊朗的中部 一个有核设施跟空军机场的 一个附近爆炸码 美国官员承认 发起攻击的以色列 跟被攻击的伊朗都否认 都否认 可是台湾跟日本股市跌了1000多点 台积电跌了58块 大家走得更怕的是什么 更怕的是伊朗会不会再发起 报复行动 不过伊朗在刚刚宣布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我们没有被攻击 没有被攻击是什么回事 不过美国的官员已经承认说 有一个飞弹调到伊朗 刚刚英明伟大的伊朗政府说 没有任何国外的飞弹什么东西 调到我们以色列 攻击我们的空军目标 都没有 他不曾任何被攻击 那为什么这个中部的第三大城 有很大的炮弹的声音 这个从来 有炮弹吗 不 那是可恶的以色列 对不对 派出了三架的无人机 然后我们的高空炮火 我们空军的高空炮火 已经把他们都打掉了 所以没有这回事 我们飞弹没有打到这个地方来 那全世界难道都 因为那个消息一传来 不是只有台湾跟日本的股票 跌了一千多点的 不是 油跟金 黄金的价格马上涨了快要 40美元一盎司 油的石油也涨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全世界下着这样 告诉各位 因为很简单 伊朗要面子 以色列不想把事态扩大 但以色列又一定要反击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已经宣告 300多架的攻击自杀无人机 跟巡异飞弹弹道飞弹 都发射过来了 对 不过告诉各位 大家都在打假球 为什么 这是打假球 这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为什么 美国听说跟伊朗 事先都 包括以色列事先都讲好 这次的空袭行动里面 没有核设施 也就是说以色列 没有去打他 伊朗的核设施 一枚巡异飞弹 我相信也有 真的打到了 这个等于说 伊朗中部的第三大成 不过 他打到他的目标以后 他对以色列 自己的以色列人 可以 犹太人 可以交代了嘛 所以他就这样子 就算了 然后 那个伊朗呢 也打很久这样算 不过 有趣的是什么 他不是伊朗之前 发射300多枚的飞弹 各式飞弹 还包括无人机吗 有趣的是 越来越多的公布 越来越多的资讯公布 那么伊朗在 那么事先已经告知美国 两个都小时候会到 所以这次是飙山飞弹 20年来第一次实战打下飞弹 然后包括今天正式F-15 真的把这些飞弹无人机 通通都打下来 到了以色列 根本铁穹 也不用发射太多的飞弹了 今天 所有都在聚焦在一件事情 伊朗 以色列 真的打起来了 这场战役被使用是什么 毛 还有盾 毛是什么 当然是伊朗 伊朗里面中东火力最强 它是反美的大架 盾是什么 盾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比较铁穹系统 这个毛与盾之间 谁赢呢 谁胜出呢 照合 伊朗的毛跟以色列的盾 两大这个攻防对决 在昨天深夜 其实从11点多12点 一直到清晨 今天的清晨五六点 超过五个小时 伊朗对于这个以色列 狂轰猛炸 对 你要想想看 伊朗 它其实出动了不少这个无人机 从无人机到它的个型的 中层 它的一个飞弹 还有这个巡弋飞弹 它的弹道飞弹 加加起来 其实你也很难分辨 到底有多少枚飞弹 有多少枚无人机 总之 根据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他们军方的这个说法 大概就是400到500枚 或400到500架 有无人机 也有这个巡弋飞弹 也有这个弹道飞弹 那这些飞弹跟无人机呢 攻击到这个以色列 先讲它无人机 它无人机一定有它的这个见证者 见证者无人机 之前俄罗斯跟这个伊朗买了很多 用于乌克兰战场上 过去两年 我们大概台湾的观众都不陌生 然后呢 见证者的这个无人机 它每一架的无人机 都是自杀攻击型的无人机 无人机上面绑着20公斤的炸药装置 它可以飞行大概6个小时 所以从这个伊朗呢 飞到了这个以色列 有的可能在中途 比如说伊拉克或是约旦的上空 它就可能被击落了 然后以色列它也出动了它的 有些 叫它的一个高科技的设备 对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进行老平 老平就让它直接坠落 或没有办法发生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没有 伊朗它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 从本土出动无人机 跟巡异飞弹个型的飞弹去攻击以色列 而以色列它面临北边的黎巴嫩 真主党这个时候 我趁你病要你命 老大哥出手了 我这个小弟我当然要干 我不能话修而已 我要跟着打啊 老大今天看了一个头 我黎巴嫩赶快举了手 旁边不要忘记还有哈马斯啊 现在以色列三方受敌啊 所以以色列它自己本土 在加萨走廊有哈马斯 在北边有黎巴嫩 而且黎巴嫩真主党 它夹击的时候 发射了55枚火箭弹 这些火箭弹一定是包括 这个卡丘莎的这个火箭弹 那这个时候以色列 它就要靠它的铁穹防空系统 那就是盾 对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盾 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从2006年提出这个概念之后 2011年2012年开始部署以来 铁穹防空系统 它其实不便宜 每一套呢 就是它一个这个 至少以色列在国土 它的本土里面 它部署的是还有十套 每一套就是一个平台 平台有包含它的这个 发射架 追踪器 还有这个拦截装置 就是飞弹发射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雷达 整个加起来 它的一套就要5000万美金 然后光是这个导引 这个拦截飞弹塔米尔 以色列的这个塔米尔飞弹 这是由以色列航太公司 跟拉斐尔的这个先进公司 他们两边一起研发而成 号称是以色列独有的一个 这个防空系统 它可以拦截上百枚的 这个飞弹跟无人机 所以当伊朗发射了 这个个型无人机跟飞弹的时候 然后黎巴也发射了这个火箭弹 以色列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 你就看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 以色列上空的火光就 砰砰砰砰砰 橘红色的火光 这样子火光四射 那据说 有一名以色列的女童 被破裂的弹片所伤 而这个破裂弹片 据说是以色列的拦截飞弹 拦截之后下来的 拦截飞弹它的碎片 它的这个弹片掉下来 然后伤到了一个女童 然后导致这个女童重伤 紧急送以色列的医院去急救 所以这一期的毛雨盾之称 现在胜出的是盾啊 因为伊朗一定要报复以色列 以色列在今年4月1号的时候呢 它特别传出来去攻击 伊朗驻叙利亚的这个领事馆的外馆 那里面有7名伊朗的这个高阶军官 其中两名 一到两名是这个伊朗的革命伊斯兰旅 他的圣城卫队的高阶的指挥官 所以被这个以色列这个击毙了 所以伊朗就认为说 一定是你以色列干的 以色列是不承认啊 没有啊不是我干的啊 就算以色列否认 伊朗就认为就是你以色列 我一定要报仇 伊朗老大哥的面子不能失啊 是而且就在叙利亚里面 如果被杀的话 以后以色列是不是每次都专干这种事 那我就怎么办 所以伊朗他就锁定说 我要一定要打以色列 公开讲了之后 全世界都在关注 美国总统也警告了 打了之后呢 美国总统拜登本来在休假 他取消休假 赶回白宫的这个战情室 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迪娜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啊 还有美国的这些 所有的高阶的这个 还有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开始开紧急会议 那严密的这个丁额以色列 说一定会协助以色列 那他锡定目标主要有两个 我们看到 一个是在靠近这个 黎巴嫩的这边 他的这个地方 戈兰高地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大地图来看 一个是在这个 以色列在这边嘛 你想想看 伊朗他距离以色列 从一千 最近的地方是 一千九百九十一公里 到最远的地方 是两千三百四十公里 对 我就平均超过两千公里的 一个这个距离 他要越过伊拉克 叙利亚越过这个约旦 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地方 那伊朗他首要就打 选定哪两个 一个是在北边的戈兰高地 那个一个是在 这个北边靠近中部的一个 他的一个内盖夫沙漠 内盖夫沙漠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奇怪 他打一个沙漠地方 你要打就是打他的 框框框 为什么要打他 而且今天看到的是 黎巴嫩跟以色列交界 约旦跟以色列交界 你要去复仇 不是要找人多的地方 或是真的很重要的设施 你为什么挑这两点来下手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 他为什么挑这两点来下手 第一个 他打这个人少的伊朗 这个黎巴嫩跟以色列交界 出了戈兰高地 这个地方从1967年以来 就发生过不少是冲突和战争 这个地方有指标性的意义 一方面呢 他靠近了这个叙利亚很近 离这个大马斯格 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 而且这是一个水源充足的 一个珍贵的地方 它那边是上面是约旦河的源头 然后占地又是1700多平方公里 那伊朗如果去攻击这边 替你小老弟 不管是叙利亚 还有这个黎巴嫩 我帮你们出头 老大哥打这里 以色列不是很嚣张吗 经常在戈兰高地部署重兵 黎巴嫩跟叙利亚 袭击这边 骚扰这边 都被以色列国防军 IDF给击退 老大哥今天就用飞弹无人机 帮你去打以色列 打这个地方 小弟没办法打的 老大打下来了 而且不小心打到一些地方的话 影响他们的水源也不错 那边上面是种苹果出名的 那再来 还有一个这个约旦跟 以色列的附近的 内盖夫沙漠 内盖夫沙漠最近几年 美国跟以色列在那边 开发出军事基地 所以在美国在中东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军事秘密基地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秘密基地 他才要打他 就在内盖夫沙漠 就在哈克伦山附近 那伊朗刚好就打这里 打你 刚好是打你美国跟以色列 看你美国以色列 你要报仇 你要还击就来 所以针对他的秘密基地 也去洗脑他 那当然 现在因为这个伊朗开战之后 开打以色列 伊朗也蛮特别的 到接近今天中午的时候 又突然宣布说 我第一波这个攻击以色列 结束了 警告你以色列 你还有再这样子下次 我就继续打你 你觉得以色列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是出了名的 他怎么可能会袖手 这样说你伊朗打我 我挨打我 防卫好就好 我就不理你 他一定会还击了 所以美国实际上是控不住以色列 也挡不住伊朗 眼看着伊朗 这以色列 两大树敌要打起来 那中东地区许多的这个国家 都是揣着弹 对 飞弹跟五人机在我国家上面 哇 咻来咻咻咻咻 你今天如果截到他 打下来打到我家 怎么办 是 所以他们的空域 几乎都关闭 从叙利亚 到这个 伊拉克 还有约旦 几乎空域 第一时间都宣布关闭 后来约旦又宣布 把这个空域给 领空给打开 为什么 因为让以色列的战斗机可以进来 让这个美国跟英国的战斗机 也可以进来 然后让这个美英 以色列可以在约旦的这个领空 就可以击掉 这个击落 伊朗的这个目标 所以你看到 约旦它首度向以色列 这个开放领空 也让这个美国 英国的军机可以进入 那伊朗呢 它发射的这个飞弹 一般来说 一定有它的这个 帕尾巡异飞弹 射程超过这个 1600公里 还有它的其他的 这个中程的这个 弹道飞弹 也都有这个1900公里 到2300公里左右 那更不要说 它的见证者无人机 它发射巡异飞弹 大概要两个小时 才能到以色列 那如果发射弹道飞弹 15分钟就到了 那无人机的话 那当然更久了 可能六五六个小时以上 然后呢 美军 它因为说要挺 这个以色列挺到底 它现在就在 这个约旦和 这个红海的这个地方 约旦跟以色列下方 红海这个北部 美军派的这个 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 载着6000名官兵 到了这边去准备 如果伊朗你再发过来 我们就出招了 是而且美军还派了 三艘神盾舰 一艘大神盾的 迪康德罗加金 两艘这个阿雷伯克级的 这个神盾舰 都在这里 它的一个 还有第三作战的 这个舰载 空中舰载机的 这个舰队都在这里 全部在红海 北端的这个地方集结 准备支援这个以色列 好我们刚看到一个关键 现在以色列是多处的受敌 你完全不知道 今天如果老大哥说停火 但是他的小弟 又出手怎么办呢 所以当然现在以色列人 他们当然是人心惶惶 我们今天特别 独家访问到了 在以色列的台湾人 他叫樊秀林 他现在在我们线上 樊娇姐 我们要请问的一件事情是 您现在位置在特拉维夫 现在特拉维夫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已经有谈到一个 最关键 500架的无人机来袭击 你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吗 其实昨天的这个 比如说无人机的攻击 或者是飞弹朝南北的这个国土 袭击对我们来说 都不是太大的隐忧 因为大部分无人机 在还没进入到以色列的领空的时候 就已经被半路拦截 而且击毁了 只有小部分到了以色列的上空 但是也被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防空拦截系统 几乎都揭灭 只有很少数的是有落地的 所以说我们在上空 有听到一些零星的爆炸声 但是其实他都还是蛮远的 另外其实以色列现在准备的 不是以伊朗的第二波攻击 而是要昨天晚上就是半夜12点半 整个国防部跟所有的政府高层 都在那个国防总部的地下 大概20成 他们有一个非常严密防守的一个指挥士 在那商讨他们的进一步的行动跟对策 那相信以色列呢 不会做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挑衅 针对伊朗的挑衅 而可能他们也计划有所回应 因为呢以色列从建国开始呢 1948年就一直不停的受他的邻国 就是敌对的国家骚扰 以及调性 所以说所有的人民呢 几乎每年都有在备战的这种心理准备 因此一般人很有概念 像我们昨天晚上就从电视上还有各方面的讯息 知道说可能呢晚上就是伊朗会有所行动 我们就是已经去把地下室的这个防空室呢 的门打开一般平常是锁起来的 那打开以后呢 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桌椅啊 还有运动器材啊 还有就是新鲜空气的一些设备 流通设备 那我们自己会带水或小量的食物 以及就是我们随身的一些用品 有人会把药带在身上 因为一般来说你听到空袭到你就是躲到的防空洞 大约是在一分钟以内 因为我们在国土的中间 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一般如果在边境的话 他们可能只有十秒或二十秒的时间 就必须要找到掩蔽 大家都是训练有素的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台湾也可以 有这样子的训练以及概念 好来中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刚刚在以色列他跟我讲说 因为他们已经蛮习惯现在这个情况 他的防空洞也都已经都设置好 有危险有训练 他们都有能够做到 但现在在全球人眼里看来 可没那么简单 原因是什么 伊朗有没有核子武器 感觉是有啊 他有有啊 他说我随意都可以做出来啊 那以色列有没有核子武器 有啊 那以色列老大哥 美国有没有核子武器 有啊 三国都有 如果其中一个人真的要开战 如果核子武器开战起来 全球的核武战要爆发了 赵和 其实根据现在国际情报显示 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核武国家 一个是伊朗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 当然了其他国家像是 你所熟悉的安理会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 另外还有印度 巴基斯坦跟北韩 好我介绍完全世界各个核武 可能拥有的国家 或已经拥有的国家之后 我问各位 中东现在伊朗对以色列开战 虽然一开始你看到只是无人机 如果两个打下去 最后都变疯狗呢 如果都变疯狗 杀红颜 对那我刚才说 伊朗跟以色列 他们都有核弹头 他们都有核武啊 虽然伊朗是自始至终都不承认 那我们就来看看伊朗目前的核设施 核武或者核弹头 美国的情报是如何的显示 但你晓得伊朗在2003年 它已经进化到用所谓的 更高技术的离心机 它可以分离出浓缩 又的浓度就更高了 原子弹核能核弹 它是有区别的 我以核能发电 你可能几十%就好了 但如果你要做核弹要90% 结果他们发现 伊朗核武钠坦之核设施的浓缩釉工厂 他们所做出来的浓缩釉 已经高达80%以上了 因为国际援警人总署 有去检查过他们的威力 紧张啊 怎么办 没关系 他们有一种方法 就如果真的 我没有办法控制伊朗 你这只疯狗的话 我就干脆把你的 钠坦之核设施给炸了 我得不到你我就毁了你 就炸了你 对 可是 这时候美国的国防部又出来讲了 我们所研发的GPU-57 巨型砖地炸弹 最多穿透60公尺 你晓不晓得 伊朗现在的纳坦之核设施 他们在高山的掩护下 已经在地底下深度达80到100公尺 炸不到啊 好 我们又回过头来讲了 炸不到 也就是说 又有军事的力量无法摧毁 我们就继续靠外交的力量 所以简单来讲 美国当初因为伊朗亲美的关系 亲美关系我来帮忙你 帮忙你之后没想要养虎为患 它长得越来越大之 我想毁了你 我发现我没办法毁了你 我想要炸你 你的深度比我想的还要深 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是 来来来给暗杀行动 因为以色列一看 你美国川普退出了这个核协议 然后伊朗也退出了核协议 外交根本失灵嘛 那我自己来嘛 我把你们的这些精英分子 能够做核武的这些科学家 给暗杀不就得了 所以那时候在2020年发生了一个 相当震惊国际的一个暗杀行动 也就是摩萨德 就以色列的特工 摩萨德 他利用这个机枪 把他零件拆解 偷偷偷渡运到伊朗境内 然后摩萨德的特工 混入伊朗境内之后 埋伏在路边 等到这个我们所说的科学家 叫做法和里扎德 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核武科学家 开车经过的时候 车上还载着他太太 结果那把机枪 被摩萨德特工 放在路边的一台皮卡里头 车子一经过 透过了卫星的监控 以及AI人脸辨识系统 机枪锁定了法赫里扎德 十发 十三发子弹 弹无虚发 弹弹命中 六十秒 他太太还无虚发 整整短短60秒的时间 弹无虚发 只有打到他 没有打到他的太太 好那你摩萨德呢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因为你觉得川普不管 你觉得拜登也不管 但问题是你自己 好像也缺人管 你知道其实以色列的核弹头 现在被人家说 可能比中国还多 1967年 以色列就开始研发核武 因为1948年 以色列建国 他一直都被周遭的 所有中东国家给排挤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目前的核武弹头 大概国际情报的推估有多少 他拥有200到500枚 有人说200 有人说500 你知道我们取中间值 刚好就350 超越了中国 大概还不到350枚的核弹头数量 颤颤比较多 核武的 其实是以色列 赵和 他们还有一个词很特别 叫人均核弹数 人均核弹数就是说 因为他们人口不多 中国有14、15亿 他们的人均核弹数高达 每4.7万人之1.8万人 就有一枚核弹 其实以色列 我刚刚说 怕跟伊朗这次会插枪走火 最后动用核武 他不是没有前科 你知道其实在196、706日战争 就我们所说的 第三次中东战争 当时呢 以色列 他跟 埃及开战 把这个西奈半岛给占领了 那西奈半岛本来是埃及的 所以他当时占领了这个西奈半岛之后 埃及跟以色列之间的火药越来越能重 当时有一个叫戴阳 戴阳是他们以色列的前国帮部长 千万被叫前参保总长 他是属于超级鹰派的 他就讲 我们干脆啊 把伊朗 把这个埃及啊 轰硬轰算了 所以你说的疯狗就是他 对 就用核武去 那个时候疯狗的错话就来自于他 不只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就曾经动这个念头 因为那时候 以色列差点要被 叙利亚和埃及一分为二 对 好 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不得已的念头 而想出了这样的一个疯狂的决定 还算情有可原 可是到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他们又遭受了第四次的中东战争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戴阳又跟他们的这个最高领袖建议了 我们是不是再考虑再出动一次核武 再打一次啊 把埃及打到 跟我们直接和谈 就但是还是没有做这件事 不过还好 那次之后 埃及终于是在所有中东国家 第一个跟以色列和谈 并成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独立的位置 所以后来以色列跟埃及之间 就没有因为战争而再爆发 可能会动用核武的决定 你没有想到 现在以色列跟加勒兰 跟巴勒斯坦的火药 伊朗决定 最后要参战 那么两个都拥有核武的大国 会不会插疆筹火 接近失控边缘 来 引用 我们里面谈到一个关键点 是啥 今天以色列跟伊朗已经打起来了 后面会有谁 后面会有美国 后面美国今天他的态度 让我觉得非常的妙 尤其是谁 美国总统拜登 他第一时间他在度假 他在度假的时候 他马上回来了 他去哪里 他去一个最神秘的白宫的神秘地区 叫白宫战情室里面 他去开会 原本开了一大堆会议 他找了纳坦雅胡这样谈完之后 我想说他要变硬了 他应该要讲话要变得比较大声 我全力挺以色列 没有 他整个变了 他跟大家讲说 我谴责伊朗 但同时 你以色列不要再去反击了 两手一摊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他一开始进去战情室 感觉上 感觉美国好像是已经准备好了 要全面展开军事行动了 但是其实我们要先看的是 今天进入战情室 他不代表要开战 他第一步是要去了解什么呢 他要先去了解现在的状况 因为其实我们来看一般来说 美国总统进去战情室的话 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欧巴马 欧巴马进去的时候 有人说欧巴马不是坐在这个C位 不是坐在主位 旁边其实很重要的 反而是这些其他的 不管是国务卿 或者是国防部长 或者其他的官员 甚至是CIA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这些官员进驻 其实就是要先跟美国总统汇报 OK 外交你现在怎么看 如果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案 反击的话 会不会其他国家抗议 现在对我们来说对美国来说的话 是俄乌比较重要 还是中东比较危险 还是台海老共有军事行动 他会有一个全盘的规划 那这些规划以后呢 我们看到感觉好像这一些 要这个立即有一些军事冲突了 可是马上又喊停了 感觉好像美国又要跟大家说 你不要动 两边都不要动 大家不要紧张 大家不要冲动 不要变成一个全面的核子大战 为什么美国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因为今天美国会不会变成 第二次反恐战争其实就还这个关键 对美国来讲的话呢 他今天如果全力支持以色列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美国就挺以色列了 可是你挺了以色列 今天伊朗已经开第一枪了 今天伊朗已经给以色列 你Color CC了 那其他的这些恐怖组织也好 其他的支持伊朗 反对以色列 反对美国的恐怖组织 激进组织 会不会趁现在对你美国下手 会不会攻击你美国的海外基地 会不会攻击你美国的一些 在外国的游客 或是美国的国际企业 这一些都是恐怖分子的目标 那今天有任何一个 美国公民如果受到攻击 受到身亡的话 今天我美国是不是被迫要进攻 被迫要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 这个才是今天拜登在想的 因为拜登在想的是什么 接下来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今天包括了伊朗 包括了以色列 包括了美国 三方其实都在这个局里面 大家都在互相的推来推去想来想去 伊朗想的是什么 我复仇就好了 刚好就好 我要做给我的小老弟看 你的大哥不是这样被人家打的 做完刚刚好 明镜收兵 但以色列不想 以色列跟你讲说 我要复仇到底 以色列今天复仇到底的背后 设了一个大大的局 他要美国一起跳进来 跳进来之后 我三个方向 加萨我继续打 我要摧毁你的相关的伊朗 另外我要把所有中东恐怖分子 全部清除 没错 今天的话我们来看 大家都是各怀鬼台 这也是很正常的 战略就是各个国家 会为着自己的 为一个战略方向 而去做一些设想 那今天伊朗 他的一个主要的算盘是什么呢 今天对伊朗来说 他希望的就是要去表现出来 你以色列打了半年 你自己连家都守不住 所以我的这个 不管我无人机被打下多少 不管我飞弹进行多少 只要有一两架 能够成功的 飞到以色列的国土 就代表我意志的成功 就代表你纳坛亚胡 你这个政权 可能防守不力 今天对伊朗来说 他希望的就是 以色列的内部 反纳坛亚胡这一派 能够有更多的选票 把你纳坛亚胡 这个鹰派的领袖 逼下来 他就成功了 他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以色列纳坛亚胡 我当然要继续争取 我的支持度 所以如果今天 一个战事 逐渐的一个扩张 就像我们看到 一开始 他先去攻击伊朗这一边 那伊朗现在有反击 今天以色列 他应该也会有一些军事行动 可是这个军事行动 会不会引起更多的连锁效应 因为如果对于今天的以色列 还有这纳坛亚胡来讲的话 如果未来真的有一个美国人上升了 第二次全球反恐战争 一开打 那今天以色列就得到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今天对以色列来说 他对于这个加萨走廊 或其他的恐怖分子 或是对于未来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安全 他又更往前进了一步 而且里面最关键就是 拜登总算得好好的 一开始好像非常急 度假我返回 我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但他背后是什么 他要选举了 他要选举了 但现在态度180度转变 他为什么变了这么多 他不敢跳进去 他不入你这个局了 如果今天 我比较大胆的假设 如果今天真的 拜登就说 OK 我全面支持你以色列 第一个 我一个选票的状况 再来就是 阿拉伯世界在于美国 也是有一定的选票 那他会怎么想 以及如果今天 真的变成一个 全球世界大战的话 好 那俄乌怎么办 台海怎么办 对于现在的拜登来说 乱的话 可能是会给 川普找到机会 反而他要的是 全球的稳定 越稳定 越能够展现出 我今天这个美国总统 是有能力继续干下去的 以色列跟伊朗战争 大家想说 那是其他国家 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错了 大错特作 跟我们太有关系了 原因是什么 不要忘了 中东是石油的产油国家 现在这边打来打去 空已经全部都封锁 为什么 满天的都是无人机 都炸弹 我快吓死了 海运也被封锁 完蛋了 接下来对我们全球经济 有什么影响 更重要的事情是 全球能源越机 又要再来了吗 没错 你要知道台湾的出口数据 基本上一年可能上干到 将近20兆新台币 我们整个GDP是23兆 那货轮要不要油 要嘛 天空飞的飞机 货机要不要油 要 那我们在生活中 所有的这些交通运输 需要油 要 台湾是一个百分之百 需要油的国家 所以中油就很紧张了 还有说这件事 要值得观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前阵子 只是夜门叛军 对于这个鸿海的货桂纯 这边只是做了一些动作之后 你知道这一波 从他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 油价已经涨多少了 油价已经涨了19个百分点了 但是重点 鸿海的雅丁湾 其实跟我们现在讲的 赫姆兹海岸是不一样的 这边主要是货轮 这边是油轮 但是只是因为中东的危机 包括我们的以色列 这个战争 现在油价就涨19个百分点 光是一个货轮就加了19%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到是 波斯湾的赫默兹海峡 这才是真的 油轮走的地方 会有什么影响 没错 我们知道这一次 其实伊朗在做一个叫做 挤牙膏的游戏 我先给你一个 所谓无人机 接下来我可能给你的是飞弹 接下来我可能给你 紧因素飞弹 他不断地对以色列来做施压动作 所以他先跟你讲一句话 说这个事我们先到此为止 但是之后如果你有反击 我力道会更强 那我们就很担心了 到底他力道是如何呢 我们现在谈了 所谓的这个赫姆兹海峡 这部分呢 其实他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关键的就是包括了 沙特拉伯是产油 科威特是不是产油 伊拉克是不是产油 所有的油对不起都要经过 赫姆兹海峡来进行 所以他这次在攻击之前 他表脸的一招非常凶猛 他派他所的这个直升飞机 直接落在这个一艘货轮 叫做白羊座 直接落在人家甲板上 把这个白羊座的这个货轮呢 直接把它移到了伊朗的这个境内 所以你说伊朗 他在无人机清洗之前 他早就做了这个动作 他的秘密部队早就进来这个地方 进来这个地方之后 他扣了一个以色列的邮轮 以色列邮轮 而且他不是人员直接叫他过来 直升机直接登陆下去 没错这是我们说两套击杀 第一套击杀是我直接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 告诉你我对你不客气了 另外击杀是要告诉全世界 你们敢跟以色列合手吗 你跟以色列合手 我告诉你和莫斯海峡 里面的油轮就全部到伊朗了 而且不要忘记 伊朗的飞弹是非常多的 好这是第一点 这是我们关键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好奇 那这个状况到底有严重有多程度呢 我们在谈一件事情 还记得在之前曾经发生过所谓赎岁日 的战争我们印象 哎哟 这听起来真的是令人觉得头皮发毛 只光那七天的战争油价涨了四倍 四倍 所以你要讲一句话说 那如果这个情况在重演 当然我必须先解释一下啊 因为有这个孰这日之后 美国就做了两个对应的方式 第一个 他把所有战备除油 拉到了90年以上 那即便发生战争 也可以供应紧急的需求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发展业野油 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这个石油生产国家 但是不论怎么样 退一万步 一天两千万桶的石油 每天 每天哦 不能从这边出来 这恐怕是个灾难吧 全球的五分之一油量 全部都封锁 这是不是灾难 这肯定是灾难 但是对于中国 对于这些极权国家 还没有影响 因为伊朗毕竟是全世界 前三大的一个石油公益国 它依旧可以供应 保证像中国这些国家 北韩他们有石油的供应 所以回头一个问题是 到底油价会怎么看 好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讲 前面已经说了 只光一个 这个我们说以色列战争 然后加上 洪海亚迪湾的一个 所谓的封锁 就营造成油价涨19个百分点 按照这计算 昨天就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北海布伦特石油 就直接不用科技 突破90块美金一桶 甚至我非常担心 因为曾经北海布伦特石油 曾经涨到136块美金一桶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在昨天 还有这礼拜五的时候 一个惊悚的数字出现 黄金在盘中 飙到了2430块美金 大家都要去避险 天哪 你知道前一波的价格 也不过是2370元 一个晚上给你涨了将近60块美金一桶 好了 你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在谈 因为现在你去银楼买黄金 但已经快到一万块 一万块这个我们台湾叫做 就是一钱嘛 现在已经涨到一万块 所以黄金价格飙升 就代表市场的恐慌 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 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到底对于股票市场 会产生什么影响 是大家最关心的 好那当然这个事情 因为它在发生之前 美国的这些 我们说的资本市场 就已经锈到了 那所以呢 这个股票市场的时候 在尾盘的时候 其实有个急错的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其实最近 美国发生很多的事件 包括什么通膨 好像降不下来 对不对 好像美国不会那么快降息 好那这个这些问题呢 其实美国股市的道琼的 其升稳 我们已经很少 很少 就是在最近这三个月时间 很少看到道琼师 直接暴跌475点 股市是最准的 他们知道风向 要打了要打了 所以我一定先跑为主 那这里有个恐怖的事件 包括了台阶级ADR 我们知道在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股市稍微回档的时候 对不起ADR是跟这个 这个NVIDIA是独眼双秀 我沉在那边 我长在那边 我绝对不动如山 对不起 昨天台积电 跌了3.18个百分点 所以暗示一件事情是 大家想说跟台股什么关系呢 我想礼拜一台股 一开盘的时候先小心点 我的脸会绿掉吗 没错 你要知道 在所有的这些经营人里面 他们礼拜五上班的时候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的下 他已经做停损端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恐慌指数往上走高 所以我们在开盘的时候 可能要承受一件事 外资在开盘的时候 有可能非常庞大的一个卖压 好这个卖压下去的话 他一定卖什么呢 大地好奇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台湾50指数嘛 因为里面都是外资持有 最多的股票 每一次下杀 一定针对就是 外资持有比较高的 那外资持有比较高的 那外资持有比较高的 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股票 包括台积电在内 好 但是呢 对于军工啊 还有石化 还有一些我们台湾生活 必须的股票 可能往上走高 不过 先扛这一级哦 先看礼拜一的市场 那如果 以色列没有反击 股票市场可能就会 继续反弹 但如果以色列反击 我们所看到这些风险 可能就要继续存在 大家还是把神经 绑紧一点 上离拜全世界吓坏了 石油大涨 金价大涨 为什么能这样 中东出事了 伊朗 美国的情报单位 非常明确表示 伊朗要对以色列 发动总攻击 不是攻击哦 总动攻击 而且从本土 发动攻击 就大家去看看 搞了半天 它现在变成 全世界的烟火秀了 伊朗 搞了半天 它是为了面子 可是用面子 它又不敢打下去 所以它有下台阶 你什么时候攻击 你的攻击路线 早就告诉你的敌人了 而且上礼拜五的时候 美股跌了500多点 然后很多油价大涨 金价大涨 大家想完蛋了 完了 这个周末 当然世界末日就好降临了 结果他们世界末日没有来 反而看到什么 一场烟火秀 而且看到一场什么 这刻意设计的 一场失败的这个秀 我怎么这样想 有刻意的失败秀 而且我问你 如果你真的要奇迹以色列 照理说你怎样 不要跟他讲 对 偷袭嘛 而且用这个周边 譬如说从叙利亚发射 或是从这个 这个所谓珍珠党这边发射回去 一下就打到你了 结果没有 这一次呢 这个所谓伊朗还刻意说什么 我们通知了周边的国家 通知 对 我们准备要发动这个攻击 所以说伊朗在发动攻击 发动无人机跟导弹攻击的时候 对 它已经公告中之 对 告诉说连美国都通知了 对 土耳其 他们希望说土耳其 你去跟美国讲说 我们要进行这个攻击了 好 不只按攻击 他们这次 真的从伊朗本土发射 就发射什么 发射了300多的这个 包括说像无人机啦 还有这个飞弹 巡逸飞弹 还有单导飞弹 保洁你知道 他们前前后后 从他们一点到达要发射 发射出去之后 你知道 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已经三点了 反正这么久的时间 以色列军方都想 你在哪里 我都可以瞄得非常准啊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是无人机 全部在还没有到了 以色列全部都被击落了 那你怎么弹道飞弹 巡逸这个导弹飞弹 全部都被我们 我们拦截率99%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这样还造成了 你说伊朗这么大费周章 花了300多台的无人机 结果没有一台无人机 进到以色列的领土 对 没错 而且因为他们有些 这个所谓被击落的 这个空中的雾砸下来之后 才有一个小 七岁的小女孩 被碎片击中 所以平民才损伤 就这样一个 然后对他们的激励 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小 所以为什么说是 一场精心设计的失败 因为外界看来是这样 但是呢 在这个伊朗里面 不是这样讲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之前 何梅里已经说 我们要对他进行报复嘛 所以你看他们就说 我们报复 可是报复完没多久 他们就说 德黑兰的复仇行动 已经算是落幕了 不是 打仗不是要 一波接着一波吗 对 那我这波打完以后 对不起 我已经打完了 对 那为什么 因为都达成目的了 你看伊朗第一个时间就说 你看我们第一波的导弹 已经射到所谓 被占领区的众生 就以色列 所以他们伊朗国内是这样 那发射的同时 伊朗国内还在庆祝 他们晚上深夜时间 伊朗民众在那边 哇 欢天喜地 然后看到他们很多飞弹 这样往上射出去 对 伊朗人看到的是 这个烟雾 就看到了 是从伊朗的本土 不断地发射 一个飞弹攻击了以色列 而且这个众生 已经打到了 以色列的领土 你看到 整个伊朗全国 欢欣鼓舞 对 可是没有一个飞弹 真正被打到 他们很开心 伊朗去举国欢腾 说你看我们要报复以色列 这次破天方 我们伊朗本土发射出去 哇 前所未先的攻击 好 那我就讲嘛 就是这样 这个现在外阶段分析嘛 你看从德黑兰 这个地方发射出去 这样这么久 这也要好几百公里啊 好几百公里 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以色列的巡方 就这个 马上就说 一点 我们召开这个 紧急记者会 然后就说 我们以色列已经侦测到 伊朗的无人机群 大量起飞 朝以色列方向 这个骑机过来 然后结果开始 灌壁领空 然后到一点三十分左右的时候 才开始发出警报 问题是他们三点才到 所以都已经让以色列可以准备 然后美国也知道 美国现在 美国派出那些飞机啊 派出他们的军舰啊 英国也是一样 大家都穿在那儿 等你嘛 而且这个东西有一点 荒谬是以色列通常 受到攻击的时候 警报发生到 你可以逃脱 躲起来 大概五到七分钟 其实我刚才讲的 一点发警报 那我都已经 豪神以下都躲在里面了 三点才看到了 这个飞带过来 以色列左翼报纸 还这样讲 他说 这是对手是伊朗 军事量体完全不同等级 但是呢 从警报开始 到真正飞带袭来 中间像是慢动作的画面 一样拖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就这样 哦哦哦哦哦 一点已经开始了 就三点才来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哦太久了吧 那事实上他们就说 他们都有习惯 因为不论从这个 因为不论是从这个 真主党设过来 或是从哈马斯说 都是几分钟 他们听到警报 五六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飞带就来了 就没有这一次 听了一个半小时 飞带才来 而且你知道这一次 伊朗有特别设计 为什么 他们有非常多无人机 大家这一次挑的是 很慢很慢的无人机 还抱歉 还故意挑很慢的 他这个时速只有150公里左右 他慢慢飞 他从这边飞 飞到那个地方就飞很久 那为什么后来 因为你飞速度很慢啊 那我就可以完全 把你打掉啊 所以跟你讲 这一次是真的 伊朗也是刻意要演一出戏 然后大家 反正大家都演一出戏 为什么 伊朗觉得我要报复 但是我接下来有选举 但是他们其实也 很怕拜登 抱歉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其实拜登对伊朗是比较好的 如果人家惹了太多的时候 油价大涨 石油大涨 黄金大涨的时候 到时候拜登选不上的时候 这个川普上来 川普是真的会对付我们的 所以他们都是演一出戏 伊朗今天做这个动作 是对内宣传的 都是演一出戏嘛 所以你知道 他们外交部长就说嘛 空旗前72小时通知 土耳其 约旦等周边国家 还有美国啊 所以那实际上就是 已经通知 都通知完了嘛 所以我来跟你讲 这都完全都是 一场戏的一个情形 好那完全都一嗓气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次伊朗 人家就说 伊朗搞不好你损失的人 比以色列还要多啊 为什么 因为伊朗发射飞弹的时候 有几颗飞弹呢 就故障 故障之后 就坠落在他们伊朗 自己本身的这个家庭里面 煞到自己人 对有自己人 他们约莫四十几个人 受伤了一个状况 那你看 这个很多都 完全都被摧毁的一个情形 那我跟你讲嘛 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 空袭之后 你看他们早上的时候 耶路撒人 照样在那边吃饭聊天 他们完全都不理你的一个情形啊 而且你这样 美国警告说 好啦那你就不要报复 这个以色列人就不要报复伊朗 你已经宣布成功了 但是以色列马上就会炸什么 他去炸珍珠党 炸珍珠党 反正你不要 去炸黎巴嫩的珍珠党 反正我不要炸伊朗 我炸这个珍珠党 所以再告诉你们 这个整个 这个攻击之后 没有改变什么 没有改变什么 只有达成了伊朗 达成宣传的目的了 而且现在你看他的画面 非常荒谬是 伊朗人真的觉得要战争了 就伊朗人很紧张 伊朗人现在他们的加油战 都大排长龙 准备加买油 可是以色列觉得 根本就是玩一场打假球 就以色列的人干嘛 以色列人在街边喝咖啡 聊天谈是非 就看到伊朗 伊朗吓死了 对 我就跟你讲 伊朗民众除了第一个时间 发射出去很开心之后 马上他们觉得 真的要世界大战 所以他们开始排队 去加油 加买油 然后买了很多战略物资 但是没想到 现在他们已经宣布说 这一波的攻击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个对 这个伊朗人来说的话 难道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 提问 上个礼拜真的大家吓死了 是第一个油价大涨 金价大涨 然后刚刚讲的股票大铁 大家讲的有一场 中东大战来了 结果搞了半天 伊朗早就已经通知周边国家 连你的路线都通知 甚至刚刚讲的 我还怕出事情 还故意找一些 飞得比较慢的无人机 所以难怪西方媒体讲说 这是伊朗精心设计的一场 烟火秀准备失败 对 以色列也非常配合 以色列对外说 99%都拦截了 还剩下1%没拦截 那是做一个面子给伊朗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伊朗要丢这些飞弹 就是为了要报复 4月初的时候 以色列去派F35 去打那一个 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 对不对 所以他要做报复嘛 但是问题是什么 报复你应该是 4月初打了之后 结果你应该 过两三天就开始报复了 结果不是 是过两个礼拜 算到今天来讲 不是 你要报复你应该讲 你要什么攻击最有用 半夜偷袭 对 偷袭才有用 哪有说 敲罗打鼓公告周知的 是啊 所以这两个礼拜在干嘛 伊朗都在什么 在瞧啊 在瞧事情啊 所以你今天来讲的话 打了我 你要给我一个胶带 要把你要给我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伊朗在 那两个礼拜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先找联合国 联合国能不能通过一个决议 潜着以色列 结果后来都没有 这两个礼拜完全没有 再来一件事情 要把加萨走廊 你以色列要不要全部退出 结果呢 有啊 以色列说 好啦 我三个旅 我退出两个旅 我剩下一个旅在那里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情况之下 还没有下台阶 所以伊朗内部群情激愤啊 每个人在罢政府说 你在搞什么鬼啊 你不是要报复吗 结果报复到现在没有 政府就来决定说 好 我准备报复了 报复的时候大张旗鼓 第一个 先告诉土耳其说 你去跟拜登讲 然后呢 我要准备丢飞蛋了 然后另外一个 五个小时之前 告诉以色列说 我要这个无人机要过去了 所以让以色列根本 全部都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没有那一个死亡你知道吗 只有12个人受伤 而且是掉下来的东西受伤 不是被飞丹炸到 也不是被无人机炸到的 是全部都没有人死亡 那哪有人这种报复法的 而且丢了两三百颗飞蛋 包含无人机还有加飞蛋 总共两三百多个 所以等于是个烟花秀嘛 伊朗它不敢动的原因 不是因为说它国力不强 是因为还有一个比它更强的 以色列有这么可怕 以色列真是很可怕 所以现在是什么 是拜登压着纳塔亚乌说 你不要报复了 不要报复 全世界就告诉以色列说 够了这样就好了 你就做个医院子给伊朗 就这样子 伊朗说如果 所以你是说现在全世界 不是去压着伊朗 是全世界压着以色列 你不要乱动 是的 然后以色列伊朗就说 够了 我现在如果以色列没有报复 我就不会再采取下一个动作 它就跟你讲很明了 就告诉你说 拜托 让我烟花秀做完之后 然后你也不要做报复 那拜登 欧美国家 全部都压着以色列说 不要轻去妄动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件事情 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我刚才讲的 拜登已经亲自打电话 给纳塔亚乌 纳塔亚乌说 好了 我已经接到拜登的电话 我们不打了 是啊 那拜登没有压力吗 你现在一打下去的话 油价 金价 还有很多东西都一直上涨 美国现在打通吧 都已经打不了了 现在年底要选举的 拜登都选得上吗 所以现在包含美国要选举 还有伊朗 下个礼拜他们也要第二轮的选举 所以这些选举因素加进来 再加上这个事件来讲的话 它就单纯一个 以色列轰炸伊朗大使馆的事件 那这样的话到此为止 伊朗政府说交代过去就好了 好 董事长 我对你的情仰真的如滔滔江水了 上礼拜大家非常紧张 油价党 金价大党 你说没有 这打假球 怎么可以打假球 你说伊朗根本不敢惹以色列 这以色列很想打 伊朗根本不敢打 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我有把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色列这次的抵抗 所有的成本 花了超过400亿美金 你要知道 那问题伊朗花多少钱 伊朗你看看嘛 它从通知你 然后无人机飞过来 飞1000多公里五个小时 你就知道 然后它大概有 170多架无人机 大概有120多架这个弹道飞弹 在进入这个外太空之前 在进入外太空之前 就已经被干掉了 被打掉了 没有一颗进到这个应该 美军用F-15在空中待命 你这些导弹都被F-15 一个一个干掉了 不是美军 它这个 所以我跟你讲 然后还有栩翼飞弹 栩翼飞弹大概三十几颗 也被干掉了 也被干掉二十几颗 它整个就300个飞行器 对不对 我现在讲得很有趣 它在2022年美军 在中东美军设计的一个系统 叫做中东防空 就是联合防空作战系统 它里面有以色列 有美军 有英军 还有阿拉伯的部队 因为约旦就在这里面 约旦就在这里面 它干嘛你知道吗 我请问你 这300多个发出来的时候 它怎么知道 是什么东西飞往哪里 它怎么知道 这个联合防空网是怎么打你 怎么把你打下来 它这个分工合作 是怎么演算出来的 所以它第一个监控系统 就是美军跟英军负责监控 一离开 它这个一开了 有东西飞起来了 它开始马上 它整个电脑就开始 锁定了 开始开始锁定了 开始就分工合作 一个一个一个把你打下来 为什么五个小时 因为那个无人机要飞五个小时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所以我讲说 它要 结果一旦花很少钱 花很少 因为成本很低啊 对不对 因为都是赖的无人机 美国花很多钱 这个美国 整个联合的防空网的 整个爱山飞弹 各是铁琼 奇奇怪怪东西 一大堆就发觉 百分之九十九点左右掉 对 那这个高科技 这个全是不简单的 你不要想 不知道 它空中飞 因为什么 因为巡弋飞弹师傅 如果也飞一千多公里的话 从伊尼兰最近的地方 飞到以色列的话 大概要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就知道 十二分钟够了嘛 十二分钟也把你打掉了嘛 时间太长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这种 都打得下来了 现在的科技 就是你要知道 感谢我们台积电 台积电的那个半导体 是真的有用的 它双空网这么厉害 所以我 然后我讲个关键 你说这一次伊朗 真的有吃鱉吗 伊朗干了两个大事情 第一个 伊朗告诉全世界 我敢从伊朗本土 发射飞弹台 而且我可以飞这么远 不是 我敢从 我伊朗敢直接打以色列 这是第一次 历史上第一次 我现在没有地面部队交战 我空军或是我飞弹 或是我的飞行器 可以直接从伊朗攻击以色列 这个在阿拉伯世界 是了不起的创始 第一个面子讨得很大 面子有了 摄住就无人 面子有了 面子很重要 我敢干你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 告诉这些哈马斯的人 我直接参战 这两个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怎么回应 呼吁联合国制裁 因为你后面会来啊 他这个打完后面 第一面部队来了 你挖洞又来了 你奇奇怪怪的招数一大堆了 你这个怎么汽车炸弹来了 怎么办啊 因为伊朗毕竟 那中东会升温吗 他有 我刚刚讲他有两个目的嘛 现在到这个仗打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都只有看到 以色列在修理哈马斯嘛 对 大人就打小孩嘛 那一面倒的赢嘛 就还有一些什么胡塞组织周边的一些小阿飞在那边干一干嘛 就是小咖嘛 这次是大咖哦 大咖现在是给你放烟火没有错 可是我敢干你 这就是很了不起哦 今天如果台湾现在是敢直接发射一颗飞弹 我干到这个厦门 在世界大战开始了 那就是我们不敢嘛 所以他敢干 伊朗敢发射飞弹直接打以色列 这就是这叫小后的 就带走 然后呢 动手没有 动了 就告诉你哈马斯继续干 就我停你啊 就我直接参战哦 他这个公开参战的意义很大嘛 他现在是用这种空中作战 然后我问你 他既然敢这样子干的话 他要给钱敢不敢给 当然敢给啊 给你地面攻击武器怎么不敢给 当然敢给啊 所以伊朗在这个里面面子很大 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 老大的 你知道吗 他花了很少的钱 放了很多烟火 变成阿拉伯的老大 黑社会老大 这是他主要目的 可是我很好奇 那未来会升温吗 当然升温 不是他不见得要 他已经当老大当定了 他要不要打是另外一回事啊 但是你就要跟他打啊 你就要跟他谈啊 搞的你就是他敢干你啊 你看看我们这边是我们这边黑熊部队敢打吗 不敢 对嘛 它是伊朗是真的敢给你打 而且这是跟你全世界干 所以是一个勇敢的国家 敢打争的国家 这个意义在整个宣传上的意义大于其他意义 伊朗在这个周末发动了饱和攻击 大规模的无人机 大规模的飞弹直扑以色列而去 虽然这个工作失败了 很多的导弹很多的无人机 在还没有到达以色列的境内 就在空中就在海上 在所谓的陆地的飞弹 将它一个一个的给起落 之前大家本来以为说那是伊朗设计的一个完美的失败 它只是要帮自己找一个下台阶 可是现在越来多的资料可以看出来说 原来伊朗它其实是有规划的 伊朗真的要对以色列造成伤害 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地区里面 美国 英国 以色列 包括约旦 包括法国 竟然已经集结起来了 原来他们可以透过空中的F-15 透过空中的F-15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透过伯克级的所谓的驱逐舰 还有路上的导弹 竟然可以精准地瞄准 精准地预定 把他们的一个一个击落出来 让这个饱和攻击没有发挥作用 如果今天伊朗对以色列的饱和攻击 可以在前面进行征收 进行攻击 进行歼灭 未来在两岸的时候 中国对台湾一定也是饱和攻击 而这一套的防御系统 可以用在西太平洋 可以用在台湾海峡吗 这样对我们看到了 金融时报 华尔街日报 包括纽约时报 慢慢把这个所有的作战过程 公布出来 搞了半天伊朗是完整的 伊朗是要以探以色列的虚实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 没有想到是美国 英国 以色列 约旦 包括法国 竟然集结起来 所以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才讲 他说对伊朗袭击的反应是 军事战争史上面最独特的防空战斗 没错 在礼拜天展开的这个 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来说话 保久 我们台湾人要非常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俄乌战场上面来说很多人都说 俄罗斯怎么对付乌克兰 未来会在台海战事上面会出现 同样的伊朗怎么对付以色列 也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台海战事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非常关心 这一次以色列是怎么抵御 伊朗是怎么攻击 那虽然国际上都说 伊朗这是什么精心策划的失败 那甚至以色列国防分析师来说 这次的袭击是伊朗彻底的战略失败 可是保洁我跟他讲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吗 伊朗其实是有步骤的 他是有要叹你的虚实 所以我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 讲得最清楚 他说对伊朗袭击的反应 是军事史上最独特的防空战争之一 所以以色列国防部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防空战斗 对 为什么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防空战争之一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一次我们来给大家看地图 伊朗在这边 以色列在这边 你知道这次伊朗为了要攻击以色列 他从多少地方发动飞机攻击吗 还有飞弹攻击 还有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 它的点是这么多个 他从非常多点 这在伊朗境内就有大概好几百个点 这样发射出去 不是只有伊朗 他还是同时来 在伊拉克 伊拉克他也发射好几十枚 不是只有在伊拉克 他还从叶门 叶门这边也有 另外还有什么 从叙利亚 从黎巴嫩 所以他是五个国家同时发动攻击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目标 他就看看说你能够侦测到多少个 我都是从不同目标出动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侦测你 所以我看到之前跟你讲说 伊朗在设计一个完美的失败 甚至刚刚讲的 这个路径都是从伊朗打进来 就现在的资料不是 先是从以色列的四面八方 东西南北 全部往以色列进行攻击 对 那伊朗怎么设计呢 我觉得他很聪明 第一招他是先从 慢慢的飞机飞出去 为什么慢慢的无人机飞 飞到那边让你知道 你打开所有的防空系统 他要知道你的防空系统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要侦测他 你一定要打开防空系统嘛 打开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侦测 你这个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你的防空网是什么 对 在什么地方 好 那你怎么防御 怎么防御之后 他第二波开始发射 比较快一点点的 虚拟飞弹 快一点点 看你能不能拦得住 再来第三波 他发射更快的弹道飞弹 所以他等于是 从慢让你曝光之后 我越来越快 看你怎么拦 你说从无人机 虚拟飞弹 对 弹道飞弹 对 好 那他怎么做呢 第一个 无人机的成本最低嘛 再来是虚拟飞弹 它是有意无意的 要测试你 好 那当然了 他为什么要测试它 因为宝洁他知道了 这个以色列还有美国 他们在策划 他们几年前 签了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跟周边的 阿拉伯国家 形成一个空防网 防伊朗对这个 中中国家的袭击 所以他这一次 好 我就讲 因为伊朗不知道 你在玩什么把戏 所以他这次 就用这样来测试你 就还真的被他测试出来了 我就跟他讲 这个美国怎么反应呢 第一个时间 因为他开始攻击之后呢 美国在这边 有非常多的军事基地 他最早是在伊朗这个地方 因为他在巴林这边 有这个军事基地 他一开始看到你 起飞之后 他就开始 开始启动 所有的在周边 所有的雷达系统 防空系统全部出来 抓你 抓你紧接下来之后 你慢慢过来之后 他们就开始 这个抓到你的这个位置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就出动 包括说像 能够出动的飞机啦 能够出动的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防空系统啦 爱国者飞弹 各式各样全部都出动 所以他事长 第一波就是这样 他先侦测到 侦测到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F-35等等 开始飞出去 然后想办法拦截你 把你的GPS 把你屏障掉 屏障掉之后 然后等到飞弹 都快要进入 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很多防空飞弹 都启动 包括说侦测到了 很多系统之后 开始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进入所谓的 战斗跟管理的 火控单位 然后开始发射飞弹出去 把你一个一个拦截 所以等于是这一次呢 美国也在测试 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 这个联盟 跟这个周边所有的国家 而且这次启动了 多少国家保险 你知道吗 美国这次 除了美国跟以色列 这个紧密合作之外 英国也有帮忙 然后法国也有帮忙 然后周边国家 约旦他这次有帮忙 然后沙热地阿拉伯 还有埃及等等 开放领空 他们没有直接参战 但在开放领空 让你F-16 F-35等于飞机 可以经过 所以就这样 所以就这样 这次等于是周边的国家 形成一个这个协防系统之后 对抗伊朗这一次的这个攻击 而且刚才讲的 它的无人机就已经170架 它现在还有30枚的 这个所谓的旋律飞弹 还有所谓的这个导弹 弹道飞弹 你居然一个一个的 很多大部分 特别是无人机 都在以色列的境外 基本上都被击落 我觉得它整个设计非常恐怖 是过去以为说 我们要打无人机从地对空 要不然就是说从海上 还有我 它的F-35 它的F-15 是可以在空中 将你这些无人机 将你这些弹道飞弹 在空中将你击落 如果我今天 我如果漏网之鱼 我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 马上作用 那你说我的涵盖面不管吗 它连海上的伯克级的驱逐舰 都冻上了 所以我才说嘛 那个美国在这边 有非常多的军舰 然后包括说像F-16 这个F-35的飞机都起飞了 所以是等于是多方面的包围 可是你保险你知道 这只有300架 你都要动用那么大 所以就知道说 万一有一天 中国对台湾发动起 类似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像以色列或是周边国家 有没有构成这个一样一个防空网 我觉得这就是接下来 美国会在亚洲做的 特别有可能会在台湾做的 就是这个目标 好 我们之前讲 都说以色列在防空网里面 有个非常有名的铁熊系统 我们节目也介绍很多 之前刚刚讲的 哈马斯在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透过的 就是这个铁熊系统 可是它没有 它现在除了铁熊以外 它居然还有所谓的大卫钓索 还有所谓的 所谓的箭矢飞弹 它等于是重重包围 将整个以色列固落金汤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飞机 这个所谓飞机 无人机 包括说弹道飞弹 巡逆飞弹 往以色列飞过去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点 因为无人机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大部分 这个F-35 它就直接可以目视 就直接把它击落 可能用机枪就可以把它击落 你说无人机在空中 用F-35 F-35 就直接击落 就可以把它击落了 所以这些 大部分都没有抵达到 整个以色列的境内 但是其实比较难产的是什么呢 就巡逆飞弹或是弹道飞弹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你很难在 你空中也是可以拦截部分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 没办法用这个所谓F-35 或者用所谓博克级的巡防舰 去巡逆的时候 去拦截的时候 它就会飞到以色列境内 飞到以色列境内之后 宝洁 以色列不是省油的灯啊 它的空防系统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我们都说过铁熊系统对不对 但是铁熊系统 它其实是短距离的 你可能在这个 三十公里之内的 我可以拦截你 但是更远的呢 它有一个叫大卫弹弓 或是叫大卫钓索的这个系统 它是防御所谓中空的 这是短层 然后这是中层 那另外比较长层的 它还有一个叫做飞舰系统 或是叫舰系统 它可以打动所谓的弹道飞弹 就是很高空 我可以把它拦截 当你还没有坠下来之前 我发射出去把你拦截 在太空那个附近 把你拦截下来 所以等于是以色列有三重的 从近的到中层的 到远的 从铁琼系统 大卫弹弓系统 或是大卫吊绳系统 到飞舰系统 三套层层的防御 所以才能够完全 把它拦住了一个状况 所以以色列这次也是 卯足全境在拦住 这个伊朗的这个攻击 难怪讲说以色列这次的防御 花了400亿的台币 而且中间我看到F-35 刚刚讲F-35真的太厉害了 F-35说在空中 我可以将这个无人机 一个一个起落之外 没有想到F-35 可以在空中锁定飞弹 它竟然可以在空中 锁定飞弹了以后 在空中将飞弹给击落 对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就是这样的画面 就是F-35飞出去之后 它可以看到 可以抓到飞弹的这个 抓飞弹 我发射飞弹去把它击落 所以F-35 以色列有派出F-35 那F-35来说的话 他们有非常 还有F-15 他们有非常多拦截飞弹 就上去了 所以这次你看 根据以色列官方的公布 就是170架的无人机 120枚左右的巡翼飞弹 还有30枚左右的弹道飞弹 全部你看他们还做了一个图 是99%就被我们 interception rate 所以事实上这次 以色列跟伊朗 伊朗也是一样 伊朗他们这次 为什么攻击不是假的 他们在上面写字 这次要毁灭以色列 然后歌词各样 他们还其实 所以我才说嘛 这次的这个双方过招 不是表面上说的 伊朗不是无视一处 无处一视 它其实还是 探出了非常多的虚实 而且你说这个是 这几年来最精彩的 毛雨顿的战争 而且你也看到 以色列的修复能力 有多么可怕 事实上这一场战争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未来的战争的战法 因为双方其实 人员损伤都很少 但是其实 双方已经透过无人机 这已经交火过一次了 好 那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以色列 有没有准备好 有 而且那我们不是说吗 他其实F3速 或是什么飞上去的时候 他们还进行一个 就是空战干扰 也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无人机飞不到 因为很多无人机 他需要GPS导航 我在那个地方 我就开始进行 GPS的干扰 所以很多无人机 是自己就坠下来 他根本抵达不了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画面 这是在4月4号的时候 其实呢 以色列的很多 在特拉维夫 很多地方就说 我们GPS好像有 异常的这个状况 就好像到不了 或是这个偏差 偏差值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说呢 事实上 在目前为止来说 当时的时候 已经在开始进行干扰 他说他在特拉维夫 就没想到 他的位置居然在 黎巴嫩首都被卢特 所以就说他干扰你的 任何的讯号 那你在 你用到很多飞弹 或是什么都 透过GPS导航过来 就没办法 完全都没办法做到 所以以色列做的 第一步刚刚讲 除了刚刚刚的飞弹系统 铁熊系统之外 是 他还干扰了 所有的GPS 对 没错 那还有一个更夸张 就是以色列 他们从这个 以色列内盖夫基地 飞出去 飞出去F-35 就F-35的这个飞机 在上面飞嘛 对不对 那拦截飞机 蓝碟无人机 拦截飞弹之后 结果没想到 居然被炸了一个洞 这个基地本身 被伊党攻击 你说跑道被炸洞了 被炸洞 结果没想到 这个等到这个飞机回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们已经把这个 跑道都修好了 所以他们后来 你看他们还在 修复的这个状况 然后后来 他们F-35又顺利的 回到这个基地 这也太可怕 你说这个跑道 本来F-35在这个跑道起飞 起飞以后 我被炸一个洞 炸一个洞 F-35执行任务回来 这个洞已经修复好了 所以他以色列的 恢复状况之好 好 那事实上 以色列在第一个时间说 好了 我不要打这个伊朗 但是他马上是打谁 他打这个真主党 真主党的黎巴嫩这个地方 就是打他们的 打黎巴嫩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 也有发射这个飞弹嘛 所以我不打伊朗 但是我打这个黎巴嫩 所以不是只有从伊朗来 对 我就说从很多地方 从黎巴嫩 从这个叙利亚 然后从这个伊拉克伊朗 还有包括说 像从叶门而来 那么讲 事实上 我们刚才讲以色列 那美军到底怎么做呢 事实上美军就开始说 他就说 他们这次出动什么 他们出动神盾舰 因为我们的神盾舰 有做所谓拦截系统 另外还有爱国者飞弹 还有F-15E 全部都出去了 他们就说 我们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 在地中海东部 拦了4到6枚左右的这个飞弹 另外在伊拉克里面 境内他们有爱国者飞弹 又击落了1枚左右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说 像F-15E也出去了 他也击落非常多的无人机 还有包括说巡异飞弹 等等的这个状况 事实上他们就去了 所以F-15E也可以在空中 把巡异飞弹给打下来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嘛 还有伊拉还有约旦 约旦的防空系统也开始出动 还有包括法国的军队也都去了 所以才说这次是非常多人 而且我们到美国这次呢 还出动了飙山 飙山去伊斯 有出现这个飙山的这个飞弹 它启动之后去打中这个飞弹 因为飙山什么 飙山其实是可以用来打卫星的 所以等于说 他这次也出动到飙山去拦截 所以等于是美国也趁着这一次呢 我把所有能够用的武器 我也来把它测试一遍 所以来说这一次呢 等于是双方武器大测试 我伊朗测试攻击的方法 以色列测试我们的这个铁熊 还有这个飞舰 还有这个大弓弹 大卫弹弹弹弹等等 美国也用来测试它 所以等于是双方真的是 生病生的一个状况 可这个很花钱 当然很花钱啊 因为为什么 虽然我就说 伊朗这次很简单 它就出动那种成本很低的 无人机去飞 然后让你打这个 所谓很贵的这个价格 所以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这整个以色列的诸子就讲 其实最贵的就是所谓的 建设系统 建设系统一科出去 就要花到350万美金 还有零零种种啊 出动战机一大堆费用 他说这次需要428亿 所以等于是未来是 前的战争 那像美国为他 打这次的这个战役来说 其实以色列 这个他们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还有布林肯 一直都跟他 负责这个维持联系 所以等于是说 联系了这个整个 铺牌的这个战术的方法 才能成功地抵挡了 这次这个伊朗攻击 但是花费花了也真是很多啊 好 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伊朗在礼拜天的时候 发动这种攻击 总共有300架的 这个架次的这个无人机 包括了这个飞弹 直接了进攻了以色列 就没有讲到 99.9%全部被击落 而且大部分都在 以色列的境外 所以刚刚讲 包括斯丁哥 包括很多媒体讲 他这个伊朗就打假球了 伊朗根本就是设计 一个完美的失败 让自己有下台见 所以你说没有 伊朗不是 伊朗是完真的 而且伊朗真的会造成威胁 接下来以色列跟伊朗的状况 没有想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平和 就今天更新的资料来了 原来 伊朗不是只有从自己的境内 它是从四面八方 而且在这个联军里面 美国 英国 法国 约旦 以色列 全部都动员了 我觉得这个 主要的问题是哪里 因为中东本来 就是个复杂的地方 那复杂的地方 它这几十年来 那个军力不断地扩张 不断地扩张 包括要搞核武 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伊朗 伊朗 吓得大家每一个人都怕它 怕它之后 美国就出来整合了一个东西 叫什么东西 亚伯拉罕 中东 叫中东防空联盟 那里面包括这些 讲西方主要国家 更重要的 阿拉伯的国家都进来了 阿拉伯几个温和派的国家 像沙烏利亚 当然他们教派不同 然后最重要的 他们签的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的同时 把以色列拉到这个 中央司令部里面来了 然后他们第一次开会 在哪里开的 在埃及开的 美军召集 所以2021年已经开始筹备 这个中东防空协议 防谁呢 防伊朗 早就在怕伊朗了 那第二点 我们为什么谈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个事情 伊朗的所有的军事科技 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 中国 来自于中国 所以他今天这个 所谓的饱和式攻击 以色列的概念跟战术来讲的话 将来一定会应用在台湾身上 你说伊朗怎么打以色列 未来中国怎么打台湾 就是这个概念 他这个概念是对的 你看他为什么是对的 你知道吧 因为你看他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是用无人机飞 用无人机 伊朗到以色列的 最近的距离 大概1000公里 所以用无人机 还有他当然有不同的 他说在车头 黎巴伦各种地方 他的各种基地 分散攻击 他让飞出来的时间 要到达以色列的本土的话 大概要五个小时左右 那五个小时左右 他这五个小时左右 他干什么用的 他用 所以他用大规模的 170架 170架无人机飞出来 飞出来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破坏你的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甚至于被击毁 对 在被击毁的情况之下 你的防空系统 往上曝光 我就知道你的位置了 他曝光了之后的 他的第二波攻击是什么呢 第二波攻击 巡弋飞弹 对他的巡弋飞弹 所以他有30个巡弋飞弹 飞行时间 从整个我们初算 他是亚因素飞弹 大概一个小时 可以达到他的攻击点 然后第三波怎么攻击 就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的时候 弹道飞弹的话 大概3到5马赫 12分钟 就立刻达到他的 他的攻击点 所以他这个是很精密的计划的 他是三层式 三波式的攻击 对 所以到最后一波 打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以色列 这半条命都没有了 那是怎么锁定的呢 所以这就是情报了 因为这个防空联盟 早就有一个布局 那在前沿部队 最前沿的第一波 伊朗的监控 当然是美国嘛 美军早就长期在监控 伊朗 所以他当他的 不管是飞弹 任何一个飞行器开始 升空的同时 立刻雷达马上锁定 就跟着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回到中央司令部 所以你要知道 他怎么分配这个任务 这是技术性很大 对 你英国也上去了 法国也上去了 以色列也上去了 约旦也上去了 你不要自己撞自己了 对啊 所以那个程序 是怎么演算出来的 这是麻烦这里 所以这个中央司令部 是统筹 把所有的情报 全部统筹之后 所以我今天F35上去了 我F15上去了以后 我该有什么样的区域 是哪地方我要防守 我要盯什么东西 都是有中央司令部的指令的 都是电脑AI 把你算好 结果以色列故意有 有现在以色列有新闻稿说 他们从他们用F35飞到上空 在它境外把那30颗巡逆飞弹 射下来的25颗 只有5颗让它进到以色列境内 对 然后再把它打掉了 对 那这个是 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晓得 但是它就表示告诉你说 它F35的这种攻击 这种亚因素飞弹的能力 对 在空中它有这种防空能力的 这种超强能力 那很难 你飞弹在跑 你的飞机也在跑 两个在跑的状况下 你还要去锁定它 锁定它了以后 你还要把它打下来 那这表示说它带着飞弹的 所以F35带着飞弹的速度 一定比一辆飞弹速度要快 对 对不对 或者它爆破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它的 这个就我刚刚讲 它的初始数 初始点最重要 对 它第一个开始飞行器上空的 那个点就被锁定了 所以说 所以伊朗其实是有概念的 所以他没有想到 那么庞大的系统在等着它 所以 但是这个里面就 当然这个里面 就是现在的问题说 所以它这三波段的攻击 如果我们以后将来 看台湾的问题的话 老共如果打台湾 也是一样的概念 他怎么会用高成本来打你 不会 他用无人机先搞你 他无人机先搞你 所有的防空系统 把你的什么爱 把我们的什么 全部暴露出来 把我们爱国者飞弹的 这些相关东西全部让你曝光 那第二波的攻击 他才会用 成本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我讲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过一次 在俄乌战场上的第一天 这个乌克兰被 乌克兰被飞弹攻击 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乌克兰太大了 所以看不到 不可比喻 但是以色列地方很小 所以在台湾 如果发生这个战事的话 这个饱和攻击的模型 就非常类似 你只有对以色列可以 就饱和攻击 那台湾也是饱和攻击 当然他一定会对台湾 做饱和攻击 那如果做这种攻击的话 那摆明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靠日本 韩国美军的航空母舰 包括甚至有可能 现在苏比克湾上面的 这些防空 整个架构一个大的系统 来设定 来对付你这个中共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